娱乐圈有不少不老女神 最优雅的赵雅芝 在综艺节目中举手投足间都是满满的趣致 最性感的刘晓庆 曾经刘晓庆还登上男人装杂志封面 在这样的年龄登上男人装 刘晓庆算第一个 近期 又一位不老女神 引起了吃瓜群众的注意 樊丽君 因为她不老的不仅是外貌 还有灵魂 樊丽君 今年62岁 新疆是何子人 她说 我是一个爱美的女人 爱到近乎痴迷的状态 为了美丽 我几乎30年不吃晚饭 为了美丽 出门不化妆 我绝对不会去见人 我觉得女人 一生都要像花朵一样 绽放光彩 出见樊丽君的人 肯定都会被惊到 烫然的深绿色短俏卷发 鲜红色口红 亮色眼影 一袭红色长裙 脚针10厘米的高跟鞋 身段窑窕 优雅得体 真正的不老的女神 即使自己已经到了奶奶的年纪 依旧每天花朵精致的妆容出门 对于别人的倡议的目光 她是丝毫不在意的 因为她从来不觉得自己老 再说了 美丽还要翻年龄吗 偶然一次机会 她看到节目里的模特 穿着艳丽 身材高挑 潇洒自信迈步在地台时 樊丽君为这份美丽怦然心动 还参加了模特队 开始学习走台步 58岁参加节目 一席中国红星宴的杨岚 这样的年纪 这样的美丽与勇气 令人钦佩 本来樊丽君以为自己可以 一直这样美下去 但后来 她被查出有癌症 是三阴性乳腺癌 还是晚期 进手术室那天 那她依旧化着妆 哪怕是即将走上手术台 她也是执着于自己的美丽 术后的第11天 病理欺骗结果出来了 她是三阴病人 几乎无药可医 随后 樊丽君又出现多种症状 头发大把大把的掉 脸上开始出现要弯 大腿开始衰败如前 就算到了这时候 她还是扶住墙到了化妆箱那 就在床上给自己淡淡的化了一个妆 她说 我永远都是美丽的 她还给自己买了顶假发 一条花色的丝巾 在病房的时候 她带着假发 用丝巾在假发上扎住一朵花 五年抗癌 六次患疗 二十五次犯疗 还有无数的痛处 樊丽君硬是挺了过来 癌细胞居然神奇地消失了 她说 是美丽帮她战胜疾病 或许就是这种心态 帮助她战胜了病痛 容颜不会青春涌住 不老的灵魂可以一直都在 克制饮食的去有抗衰老 和肿瘤的作用 但小编我还是选择三餐饮食规律 对于樊丽君来说 坚持三十年不吃晚饭 对于我来说 简直是神话 很多网友评价樊丽君 简直